八神为了报当年的杀父之仇,一人之力挑了整个草蹄家族。草蹄精暴怒慌摇鬼烧杀招不断,可却连八神的衣角都碰不到。怒火虽是让他气力大增,却破绽百出,被八神一招擒月斩阵翻倒下。草蹄精冷静些,拿出你真正的力量来,别让我这么容易就杀了你。 一阵巨大的能量光波从身后袭来,八神回身挤挡,被震飞十几米开外。仔细看去能量波竟是一名少女所发,少女的美貌、气质、强横的力量,让八神不禁一愣怦然心动。草蹄精挣扎起身,乡城这是我的家事,不用你出手,我自己报仇。 八神认定草蹄精出身富贵,努力一向只是兴趣而已,而自己则是从小在生死边缘磨练,被仇恨邪恶包围,只有不断的进步才能生存。 就凭这一点,他就不可能是自己的对手。八神邪魅一笑,手掌摊开,露出四条断经,草蹄精送你一份领悟,你爹还没有死,不过,我挑断了他的手筋脚筋,让他变成了废人。 就当晚被孝敬他了,废掉一名武者的四肢,远胜过将其杀害,如此狠辣的手段,实在是歹毒。 草蹄精大怒八神鞍,今日你我之间只能活一可。草蹄精周身气场暴增,化作一条火龙,使出了绝对领域63%的最强状态。 八神目的达成心中大血,这才是他梦寐以求的巅峰之战,只有这种力量才能激发他的潜能。 草蹄精,我们就看看谁先下地狱。 两位当时强者全力对轰,爆发出的能量惊天动地。 八神的绝对领域能量已到了69%,紫色苍蝇的气势明显压制了红色赤火。 草蹄精连续百世鬼烧,轰得八神不住吐血。 八神半步不退也是鬼烧还击。 绝对领域状态下对体能消耗极大。 两人已到了纯凭力量的境界。 不知为何,境界更高的八神,速度变慢竟逐渐抵挡不住。 草蹄精的能量似乎无穷无尽。 虽只是短短的相处,经已从爷爷草蹄列那里,逐渐领悟了更加合理的运用绝对领域。 分配体能,疑惑加怒火让八神更是疯狂。 双臂高举使出了近招。 百十一十八之女,草蹄精身体完全受制,动弹不大。 被八神的力爪抓得血肉横飞。 八神双臂掐住脖子,正要将苍蝇注入精体内解决战斗。 重伤下的草蹄精缓缓踢起右手。 十指火光闪耀,刹那间一股炙热无比的火焰爆发。 强大的能量让八神竟感受到了死亡气息,只得放开锁头。 急速躲避,身体还是被火柱轰飞,烧伤极重。 他实在不紧。 草蹄精为何能这么持久地运用绝对领域? 刚才那招大蛇蹄威力又为何如此恐怖? 对手的强大让八神热血沸腾。 也只有这种强者,才能激发他领悟暗黑力量。 草蹄精今日到此为止,想替你赴金报仇。 我们在拳皇九六大赛上见吧。 放心,我一定会在大赛上干掉你。 你还欠我草蹄家三百多条人命吗? 草蹄精重伤红丸大门无力阻止。 眼睁睁看着八神狂笑离去。 这一战抵挡住力量远超自己的八神。 草蹄精耗尽心血再也支撑不住。 轰然倒下,在强大的武者体能总有极限。 绝对领域对身体的考验太大。 无法持久,但八神梦寐以求得到的暗黑力量却是不同。 虽充满了邪恶,但却比绝对领域强上百倍。 谁能掌握,谁便能纵横天下。 在一处荒山内全黄九六大赛赛场建设完毕。 经过长期的出赛后诞生了十二强。 除了草蹄精领衔的日本队,八神安的八神队,龙虎队,恶狼队,雨姓格斗家队,鹿队精队,超能力队脱颖而出。 草蹄精八神安一路所向披靡,让神乐千鹤不解的是与八神组队的两名女子。 这两人的气场外貌处处透着不怪,八尺家世代都是女性。 相传神乐千鹤便是这一代的家主,他时刻不忘仙族的依序,默默守护着和平,决定先不透露身份,拉拢更多的格斗家联手对付天国神族。 本期先到这里,我们下期再见。 草蹄精、特瑞、板器梁等世界顶尖格斗家,先后领悟了绝对领域能量称霸当时,可绝对领域之上又有象征光明的究极力量和象征黑暗的暗黑之力。 1996年8月10日,拳皇九六大赛正式开始,第一轮上场的双方是怒队与铁拳队,怒队乃是拳皇的常客,克拉克拉尔夫·利安娜,都是世界知名格斗家实力强悍。 他们的对手铁拳队却是名不见经传,唯有叫做暗黑的领队气场不凡。 第一轮登场的拉尔夫一脸轻松丝毫不把凶暴放在眼里,躲开对手的凌空飞踢后顺势抓住双臂,将凶暴巨大的身躯抛向了半空,不断旋转中夹杂能量重伤对手。 连续几次杂击后,凶暴已是变体伤痕,他毫不理会拉尔夫的嘲讽,使出了绝对领域45%力量的凶兽后,距离太近出招太突然。 拉尔夫来不及躲闪正中面门,这一击连火车都要断为两劫。 想不到拉尔夫竟毫发无伤,纵身前扑,一个冲撞将凶暴鞍翻到地,逼杀机骑马。 硕大的拳头对准凶暴的面门不断地猛擦,无数重拳之后,这最后一击更是致命。 凶暴半个脑袋都陷入了擂台,移动不动,幸亏擂台四周,有磁力封锁。 不然这一击的力量足以搏击现场观众的安全,拉尔夫的力量比之去年更强更猛。 第二个回合也是清风战胜天纳,连续拿下两场比赛胜利后,他拒绝了哥哥克拉克上场的请求,竟要一穿三一人拿下铁拳队。 那名叫做本田暗黑的选手面无表情,面对拉尔夫双腿强弓竟一动不动,谁也没能看清他是如何躲闪。 一瞬间便到了拉尔夫身后,一拳狠狠轰在了后背,这看似平淡的一拳,竟将拉尔夫直接震飞。 狠狠撞击在擂台边缘的磁力场上就此晕厥,本田暗黑目光转向丽安娜。 黑黑一笑,小妹妹下一个就轮到你了。 丽安娜早已看出对方实力深不可测,一上来就是手刀绝技。 竞数攻向要害,他虽然年轻但深得父亲哈迪兰的真传,实力非同凡响,可对手速度太快,似乎被一层神秘的黑暗笼罩。 不论丽安娜如何狂攻也无济于事,背台逐渐被黑雾笼罩,突然间一道人影冲破了黑雾,吐血飞出。 是丽安娜。 场下克拉克焦急万分耳边,不得传来一段声音。 克拉克,我是暗黑。 我知道你是怒队中实力最强的,我的两个队友已倒下,现在我给你的机会,包括我做我的伙伴。 否则我马上杀了丽安娜。 克拉克赛前向哈迪兰承诺,一定会护住丽安娜的周全,危机时刻他来不及多想。 一声大喝叫停了比赛,暗黑将被打晕的丽安娜扔下了肋排。 一脸邪笑,明智地选择,克拉克欢迎你加入铁权队。 你是军人,相信你不会食言,我把丽安娜还给你,成为强者的道路上,必然少不了艰辛磨难。 自从十五岁开始,板齐良就立志成为天下第一,可面对同样天赋惊人的草蹄精巴神鞍。 他似乎永远都要被压上一头,强烈的自尊让他留下了难而泪。 这一次他再也不要品尝失败的泪水,若是再次败北,他将终结自己的生命。 草蹄精来吧,让你尝尝我的最强之权。 自从家族遇难,草蹄精性情大变沉默寡言,将自己繁琐在屋中,拒绝与任何人沟通。 第二场的抽签结果一出,正是万众期待的日本队对决龙虎队。 草蹄精仍是一脸呆滞,双眼无神,没人知道他究竟在想什么。 大门忧心重重见红丸还在撩妹,怒火难以克制。 大声吼到红丸别再玩了,我们马上就要上场了。 精如精的状态,你难道不担心吗? 红丸淡淡一笑,大门为何要担心? 这种情况才是精最强之时。 你忘了当年他是如何练成绝对领域了吗? 那年草蹄精只有十三岁,已是草蹄家族中仅次于家主柴州的强者。 可不论天赋如何惊人,还是突破不到绝对领域境界。 他将自己所在密室之内,不吃不喝,不许任何人的探望。 一周后顺利得偿所愿,他的决心天资毅力无人可比,没人知道他究竟能强到何等地步。 率先登场的板淡良双拳紧握连伸狂吼,竟达到了绝对领域70%的境界。 强大的气场冲破云霄,无可辟,白霸草蹄精,为期待多事了。 本期先到这里,我们下期再见。